各位兄弟姊妹 大家平安 很高興我們再一次有機會 做回來分享上台語 我們今天要看的經文是 六到六十五十九十九十九十八十 這段經文是記載主要說 在這個時間最後的一個禮拜 準備要進入到十六三年乘的情形 已經進入到十六三年乘以後 它清晰省電的這件事 我們特別要通過的主要說 要他的學生去替他準備 要進入十六十六的這段經文 做回來的時刻 那要怎麼將我們的使命 現給主來應 經文的背景是這樣 當主要說和他的學生 來到雅六三年乘附近的桿仔山時 雅蘇對他的學生說 你們去對面的政策 要進去的時候 會看到一隻爐子白在那裡 這隻爐子的兒子是 很不錯有人騎過的 唐中衣頭開蓋來 在十九十三十一節 雅蘇雅交代說 如果有人問你們 頭爐要什麼事 你們就說 主欠應醫 下星期的時候 真的像雅蘇所說的 看到爐子的兒子在那裡 在頭爐子的時候 主人也問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就叫主所交代的 對主人說主欠應醫 主人就讓他們將爐子開啟 大星爺堂主意的是 主要說他所要騎的是 一隻爐子不是買 在那個時代 爐子通常是用來載火的動物 很多用來騎 如果要騎通常是騎買 就能現出真偉風 主要說他選擇 騎一隻爐子來接鵝路三年乘 是在表明他是一個欠比的王 不是猶太人所期待的 靜地和軍事的領袖 另外也有人會有一個疑問說 這個主人哪會願意 沒條件就將爐子給學生來勸氣 我沒看見他一個解釋 說其實主要所在這件事進行 就已經大星和這個主人說好 甚至已經將價錢給他 這當然不是不可能 總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這個主人 他要不要聽過關系主要所 和他的學生的事情 像是他也很認同主要所 所團港天國的道理 所以當他聽到主要所 欠應他這隻爐子的時候 他就很感心樂意 將他的爐子給主來贏 我想我們也來想看看 什麼是你生命中的爐子 當主要所要使用這隻爐子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什麼 是不是願意將你的爐子給主來贏 我相信 每一個人的寺廟裡面 都有各種靈靈 文殊可以給主來贏 只要願意應勸美的態度 現像我們所有人 就要讓他 跟很多主要所收起來的爐子 讓我們的主 可以開心感到 跟別人的思路 對抗抗抗抗 寺 讓我們聽到 我們更多的知識 然後我們是在 我們的靈靈 也是個普通的心能 什麼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